当丧尸病毒爆发的时候 躲在什么地方最安全 这个男人只是在女友家睡了一觉 就发现屋里一片狼藉到处都是血迹 而昨晚派对里的那几十个人居然全都不见了 走到门口后强哥才发现 女友和他闺蜜正坐在楼梯上 可下一秒他就被女友那绝美容颜下的迅速关上了门 只因女友满身是斜脸上还有一坨烂肉 甚至眼珠子都快掉了 已然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还搞不清楚什么状况的强哥又赶紧来到窗户查看 他发现街道上竟然也是一片混乱 这时有一家人正准备上车跑 但由于那女的想坐副驾驶浪费了点时间 瞬间就被一群丧尸给团团包围了 随着几声惨叫过后便只剩下了丧尸撕咬食物的声音 这血腥的一幕给楼上的强哥看得心惊胆战 他有些崩溃地坐在地上思考了一会人生后 又赶紧查看家里的物资有多少 没多久强哥发现门外的丧尸女友没动脚 就好奇地打开门紧闭地看了看 在确定安全后就往楼顶上走去 然而在天台看到的情况却让强哥更加的绝望 这整个城市仿佛变成了一座死城 路上到处都是一片凄凉的景象 只剩下了那一只只行尸走肉在蠕动 强哥这才意识到 也许短时间内是不会有人来救自己的 他现在只有待在家里不出门才是最安全的 不过他也要面临着食物和孤独等等困难 一部相当经典的末日丧尸类电影 当末日爆发的时候你要如何一个人生存下来 全片大部分都只有男主一个人的剧情 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那种身处末日中的孤独和绝望感 强烈建议去看看原片保证不会让你失望